下午好,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将给大家每日进行一个解盘 解盘视频我们会在5点钟准时发布 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 我们先回顾一下黄金昨天的一个走势 昨天黄金上午一开始触碰了2000这个价格 到下午的时候再次触碰2000这个价格 盘中最大洗盘达到40美金 最高200240美金 然后在昨天晚上快速的收回这40美金的空间 波幅可谓巨大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量的资金进入到了黄金市场 大家想想当主权不再可靠 当金融市场变得脆弱 那么人们的避险思维 必然而然就会找到人类共识的产品 什么是人类共识的产品 黄金就是人类共识的产品之一 第二种就是粮食 第三种就是矿产资源 那么这些它是能够沉淀资本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这个价格波动 越大那就说明越活跃 越活跃就表示资金越多 所以这个黄金它上2000以后 不会去看它会涨多高 只会看到它会继续的涨 所以黄金未来不猜顶 我们再次强调看顶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局势缓和 人们不需要再避险了 那么此时黄金才有可能去看空 在做多这个核心的思想之下 黄金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四条图 四条图里面已经走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平台 那就是2000这个价格附近 是一个支撑 所以黄金如果说有任何回调 去触碰挑战2000这个价格的话 都会失败 因此这是一个核心的支撑 也就是说2000到2004之间 这个区间是未来的一个强支撑 当然很多人是做短线 所以我们重点研究一下 短线的一个情况 我们打开小视图 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在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横向的五浪结构 对吧 12345 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支撑 那么根据这个法则 以这个空间 以这个结构空间作为市场主力资金布局的一个空间 往上算 那就会到2022 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已经到了一个价格 那么两倍大概就会去到2042 那么昨天我们分析过 本周短期的一个压力位或者是目标可能就是在2038 所以黄金上升的格局不变 我们就只做一点 那就是逢低买入 那么逢低怎么去做呢 打开15分图 根据K线 我们可以看到 15分图 我们只需要做上涨的起点K线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 它是不是一个横盘 好 那15分图这里横盘以后呢 只要有一根15分图的K线图收盘高于2021 那就表示继续向前运动 那么多单就可以进场 而如果说它的一个15分图的K线收盘价格低于2008 那就表示斯文图形成空头的信号 那么此时空头尽量规避 等待它盘整震荡回调 然后在斯文图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信号 我们就做向上信号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黄金的解盘就讲到这里 如果说你现在还不会读K线 那么欢迎学习我们的K线行为学 相关的内容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